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心爱的人一块跳舞 去答应我吧 我让你把我以前所有的活力都换回来 好 我们跳舞 华丽无意 拥抱的温柔 每条情绪 无意料心动 在沉醉的气氛 一场爱是深容 无奈的心里多空洞 疑惑眼神 不一样相同 纠缠的心 沉默的相送 情若流水尽容 还等待你情容 不一样 不一样自己 也终失去 你心里的爱情是什么 让你我一切摧脱 拆的对不对 面对却很累 谁来做梦 你心里的爱情是什么 这一刻情意如果 天命又无极多 忽舍又如何 总会解脱 谁知我心里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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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惑眼神 不一样相同 纠缠的心 纠缠的心 沉默的相送 真希望这首的事情 能够更长的 让我一直跳下去 不错啊 让我们跳到天风地老为止 好 鼻声带来 是不是像你一样可爱 那我会打他们的屁股 不行 他会心疼的 可是你心疼的 我也会心疼的 真姐也会心疼的 梅雨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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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松手我就会离开你 你不会离开我的 梅雨 谢谢 看来是很好做练心呀 你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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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的爱情是什么 这一刻惊异如波 这一刻惊异如波 在你有几朵 苦涉又如何 为什么 总会解脱 谁知所心疼疚 为什么 总会解脱 你不要走啊 我为什么 你会担心 你什么事 你不会等你 搞不好 相公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妈 妈 我没事 我现在一个人了无牵挂 你放心吧 诸位现在看到的模型 这就是我们和氏公司将要新建的新型跑马场 这个新型跑马场 比本市原先经营的旧跑马场的面积大了三倍左右 并且我将从欧洲引进最先进的即时设备 相信建成之后将成为东南亚最具规模的跑马中心 何先生请问这次您为什么把跑马场的选址定在人口稠密的棚户区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 也正是下面我要谈到的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新型跑马场的地址 原因有三个 第一 就是新跑马场 做过多方面的地址勘查 发现如果在这里建楼的话 绝对不合适 建跑马场就可以 因为跑马场的构造 对深层地址的要求不高 所以我选择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无尽其用 便废为保 何先生 那这片土地上澎湖区的居民怎么办 难道让他们到草地上露营吗 所谓澎湖区是指未经市政规划允许之下 有居民私自修建的住宅区 如果大家去过澎湖区的话 都应该很清楚澎湖区的建筑在防火 卫生方面是绝对不合乎标准的 所以澎湖区经常会发生火灾和流星疾病的情况 难道何先生准备以妨碍释容罪 把所有贫苦的居民赶出最后的棋身之地吗 当然不是 其实我们何氏公司一向以促进上海的繁荣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己任 所以这次的计划最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将澎湖区的居民 怎样安置到我们新建的住宅小区里面 这一点呢 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这个新型住宅小区 是我请教多位外国专家和上海具体条件和居民生活习惯精心设计而成的 有一点也是最具突破性的一点 就是上下水道和排污系统 我在这里可以保证 在这个新型住宅区里面 每一户居民都可以用上独立的抽水马桶和源源不断的自来水供应 这可是上海市政建设多年来的一个大难题啊 如果真能实现何先生可真是功德无量啊 那我们怎么知道何先生在这里不是话柄冲击呢 各位 我何非凡新建这个新跑马场 不可否认是为了赚钱 但我希望在赚钱之余呢 能够回报社会 所以这个新型住宅区可以说是向上海市民提供一个新的家居观念 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基本竣工了 随时等待澎湖区的居民搬迁入住 何先生您曾是著名的流行小说作家 又曾做过寻补房的副总督察长 您现在又是上海滩的商业巨子 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今天应该是我新跑马场的新闻发布会 不是我何非凡的个人采访 不过呢 我可以略做透露 其实成功并没有什么秘诀 最主要的是勤奋努力把握时机 我相信每一个上海市民如果能够勤奋努力的话 上海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